这里原本是一个魔法的世界,但是大魔王为了独享魔力,建造了一座能镇压魔力的要塞,还在民间封尽了魔法,恐怖镇压之下,人们将何去何从? 今天先给大家带来一部世销爆炸的奇幻电影《魔法境界》 艾比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姑娘,她在身上似乎蕴藏着未知的魔法力量,父亲强纳森在艾比很小的时候就被大魔王带走,从那之后就只剩两母女相依为命了 这一天艾比去街上买面粉,却被街上的铁面人盯上,铁面人是大魔王的手下,专门替大魔王抓捕那些有魔法潜力的人 艾比一路逃回家中,母亲从后面砸晕了跟过来的铁面人,然而当艾比打开铁面人的头盔,却发现铁面人居然是以前的老邻居罗伊 罗伊和父亲在同一个晚上被抓去,没想到现在竟然成了大魔王的走狗 罗伊本想到大魔王威胁艾比,不过嘛,却被艾比抓住了把柄 原来罗伊按照一直在和家人通信,然而在大魔王的规矩里,铁面人是不许同家人交流的 艾比向罗伊打听父亲的消息,不过罗伊并不知道父亲被带去了哪儿 他建议艾比去父亲的老部下秃头哥那里打探打探 艾比来到秃头哥办公室,听到他说要把有魔力潜质的病人送去永久居留区 好奇的艾比躲进秃头哥的后备箱,打算过去一探究竟,不想把路上秃头哥被一伙人劫持 很快,一伙陌生人就攻进了病人居压所 艾比也在攻击中被误伤,昏迷了过去 艾比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奇异的大街 这里的人都有着非一所思的魔力,很明显这里不是一般的社区 因为魔法在民间是被禁止的 胡子书察觉到艾比身上的魔法潜力,凑过来要教他魔法 要学会魔法自然就得有魔法道具 不过这个世界的魔法道具,不是扫帚和魔法棒 而是一种被称为魔法引擎的道具 引擎能够凝聚施法者身上的魔力,然后释放出强大的魔法 胡子书看艾比出手不凡,应该是个王者级的魔法师 于是请来社区的带头大哥巴黎教他使用引擎 不过嘛,巴黎似乎不太愿意教他 之后,艾比被胡子书房间的机械装置勾起了回忆 他回到家中,打开父亲留下的机械装置 里面放着很多的设计图纸,还有一个魔法引擎 看样子,父亲也是一位魔法师 艾比看不懂父亲的图纸,于是只好再次找到罗伊 罗伊告诉他,图纸上记载的是空中要塞 那里是关押特殊犯人的监狱 艾比决定前往空中要塞 不过,他需要罗伊帮他弄的飞行器 两人约定午夜十分再见 艾比回到魔法社区 那里正在密谋推翻大魔王的统治 艾比想说服他们和自己一起 前往要塞释放犯人 不过巴黎却并不信任艾比的说辞 艾比只好独自前行 他来到腾罗伊约定的地点 没想到罗伊为了自保出卖了他 眼看艾比就要隔屁 正是巴黎却从暗处跳了出来 他发动魔法解决了大魔王手下一票小弟 然而却不是大魔王的对手 紧急关头 艾比的魔法潜能被激发 他发动魔法打晕了大魔王 之后便带着巴黎回到了社区 第二天一大早 巴黎组织社区成员 按计划向大魔王阵营发起了进攻 没想队伍刚出发 社区就遭遇大魔王埋伏 巴黎放出大招掩护大家逃了出去 自己却被大魔王抓了起来 巴黎被抓后 魔法社区群龙无首 一票人打算散伙 为了说服大家不要放弃 艾比从父亲留下的魔法引擎中 放出一只魔法精灵 众人受到精灵的感召 决定随同艾比一起前往空中要塞 他们闯进区压所 找到了被捕的巴黎 接着一行人便乘坐飞行器 向着要塞进发 很快飞行器就穿过节界 来到了要塞所在的领域 众人发现魔法引擎 在这片领域无法发动 他们来到要塞中心 发现这里有一座特殊的装置 正是这个强大的装置 使得引擎无法运作 这个装置的制造者 就是艾比的父亲 当年大魔王想要独占魔力 他忽悠艾比父亲 制造了这个能镇压魔力的装置 父亲发现了大魔王的阴谋 于是他为装置留下了一道破解的钥匙 艾比开始回忆父亲留下的线索 试图找到破解装置的方法 而外头大魔王也带领手下攻了过来 巴黎带领一群社区成员 拖住大魔王 最后艾比终于想起来破解装置的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不用借助引擎 从身体直接驱动魔力 依靠体内的魔力 艾比成功摧毁了装置 装置被摧毁后 引擎恢复了正常 魔法师们展开反攻 彻底瓦解了大魔王的统治 由于装置被毁 被装置镇压的魔力向世界蔓延开去 就这样 世界又重新恢复了以往的魔力 影片魔法境界 由美国和俄罗斯联合拍摄 视觉效果方面颇有几分好莱坞的气势 不过在叙事上却继承了俄罗斯一贯的宏大 却有语言不详的毛病 叙事节奏上也是要先拖沓 影片的精华部分 星星差不多都为大家呈现了 原片就不推荐大家去看了 影片最大的创意点可能就是魔法引擎这个设定 所谓的魔法引擎 是不是像极乐现在的各种黑科技产品呢 而艾比抛弃引擎 直接用身体驱动了体内的魔力 里面蕴含着的 其实是一种对科技至上论的批判 相比于实用性的科技产品 可能想象力才是人类最杰出的本领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星星 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休息黑魔法哦